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和大家看看3T次冠 第五场四班1200米第二组的赛事 这场都有些初出马 5号的极速合 7号会赢 这些其实试集都挺好看的 可惜这次又排了14档 还有8号 神舟12 和9号声赢 无敌都是初出马 降班就有1号的声势 14档都可能 预测他会抢出来跑 这只不是说流后跑 预测是这样 因为他试集真的很快 试集有速度 很快的 可以放在前面的马 除了这只会赢之外 还有些可能会放在前面 包括声势 喜盈于心 战意不知道 他都会 走在前面都可以 这只马 一动我觉得未必要放 不过可能放在前面 不太慢 还有荒唐武士 都会前一点 很少的 不过这些马当中 特别快些 应该可能都是一只 会赢 然后呢 我想喜盈于心 都会跟得很前 应该 估计是这样 那些战意 又不知道他怎么样 升威力又不知道他怎么样 升勢 所以都 真的太快的步速 就不一定有 估计是这样 很多都 不会说狂抢那些马 嗯 那你会赢 当然不会狂抢 他就要带出来 不过 抢了出来 留不留得回去 不知道的 始终都没跑过 就是 昨天都看市集的 嗯 那这场马呢 说到有根有据的 其实是什么马呢 一只呢 打铁趁热 那我们先看回 上一次这只马 都是跑前仪的 怎么跑呢 那看回他这一场呢 就用稀威心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叶索和稀威心 比较有 比较少有成绩的 那看回打铁趁热 在里面呢 有点困困湿湿 其实有些浪败了 很冷 那我见到了 没断都很多马 在 那看到外面 冲上来冲得好些 那就是裂风 打铁趁热 这里呢 没断骑下去 那只马呢 其实不是没有的 可惜刚才呢 塞了一轮了 但是马嵌是一起回来的 上一次那组马 水准不高的 所以呢 他这样的状态呢 都跑得那么近 两个马位 好了 福福 神苏很吸引啊 这只马 你看看他 不过呢 真是漂亮 有时不太漂亮呢 他都相差不太远的 但是今次你看到这只马呢 行得来呢 好像如世未了 你觉得他 涌得很紧 涌得很紧 就是涌得去的 那他打铁趁热呢 在季初一出就赢马 虽然在第五班赢 但是呢 是第三班时间来的 我们经常说 这只马呢 是一张 是一个提款卡来的 插下去呢 收剪 很棒啊 就赢完了 要消化的 就是 一时间 嗯 你试试吃得饱了 都要 弱两弱 才能再移动的 啊 于是呢 嗯 好了 跑到尾 看重都不同了 哦 当堂重了二十多三十磅 哦 一直都是这样的 好了 又休息了百多天出来跑 赛前呢 一个大集 嗯 远远的 准备功夫 是不及季初 出赛那一阵的 一个大集 啊 不停 跑得不好啦 跑得不好 再过了 过几月 三十六天再跑呢 那都是没什么功夫 不辣的 拍又没拍 又没杂啊 那但是 一旦你已经跑得长了 跑了一场了 马起开始 上次输两个马位 差不多到位了 那呢 所以只是输两个马位 嗯 今次的体重就正常回来了 因为你十四天 已经再跑了 那一只马 之后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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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只马可不可以 跑回第三班时间 现在 在四班 的尾来的嘛 三班马在四班尾 你说怎样啊 十二位就十二位了 十二位就像大鸿心 那样 一个劣档就换到三百多元了 这只呢 起码都过八卦 所以呢 拼一下它啦 那加上呢 起码班德黎都和叶楚行 有先贏过马先 很旺的 很旺的 到位了嘛 那就是 那些 那就是 那些 大家都說文家良近貴 尤其是近貴的G報馬成績都不錯 3月看回他總共有15匹G報馬出賽 升出率有3乘3入Q率都接近一半4乘7 總共他拿了五輪那些金鑽貴人 神速奔馳 的確很快就來到 連這隻喜迎於心 第二仗已經有東西看了 冷門來的 看回當時馬雅怎樣騎 如果看回這一場 其實對手是不是很強 就不算 不過看回聚風雲 阻斷 把握到頭段 中華威威在這裏也是跟前守好位的跑法 前置 中華威威剛剛在泥地都可以保重 喜迎於心這裏騎下去 其實這隻馬雅 都還是 你說很熟就不算 但是這麼快已經交到一個不錯的表現 這次的對手不算很強 恭喜這些型字馬 終於找回一隻企理一些的馬 你知道以往很多型字馬 很多好馬的馬 很多年都找不到好一點的馬 這隻馬有型有款 不過狀態 學得你的話頭 都不是說必須很監管的 看上去不算很吸引 所以上次還是冷滿 再看他還沒那麼趕 不夠都趕到夠 總之 出道叛頓 什麼都做齊了 這次 兩副都在潘頓岡去穿 又戴上洋無面箍 他都不搶口 可以了 戴上一個面箍 希望他走得爽一點 這隻馬 因為狀態還沒夠 這隻馬跑得上來 是比較黏的 所以這次 出盡百保的了 又潘頓 又洋無面箍 排個位置又好跑 綠檔 這個位置很正 所以這隻馬 一定是加入考慮的了 還有一隻 試親閘都吸引到不得了的 那隻 會贏 一定要看他怎樣試閘 兩個閘給你看看 先和大家看看 2月25日這課直路閘先 如果看回會贏 其實早段速度又夠快 同場的對手 不算很厲害 有些什麼皇帝英明 明明一丁都是一些側身的比較馬 但是如果你看回這隻 會贏 按住了 很輕鬆 一出就會贏 都沒有什麼動手 是的 真的騎下去又沒有 這件事不知道的 他沒有騎過給我看 試一課集可能看得不夠 試一下泥地集又怎樣 都是按住在前面 這隻馬早段速度夠快 千里又不同的 是 拍著他一隻 有紅利 看到旁邊有紅利 輕輕側幾步 會贏 其實都沒有什麼動手 是的 大家都鬥慢鬥慢 不過他一早就放在前面回來 都會維持這個速度 他沒有動給你看 他不知道 活斷的餘勢都挺好的 就看看這一課 拍著一隻金像非凡 綠色布275那隻 那隻 當然這些馬 就在外地已經做了很多工夫 才過來的 這個馬房 現在很多新馬都是這樣的 他已經試過這隻馬 騎下去有的了 所以來到香港市集 就不需要騎給你看了 他自己已經是 空有成竹都不定 不過呢 畢竟都 初出又禁業門 又排第14位 就是有很多呢 就是 是不是一看下去 是不是阿蔡那些 二班馬和你跑 那樣 我又不敢說 這件事 是的 你知道那些馬 他一班數都贏了你的 說什麼都沒有用 是吧 但是 我又見不到它 是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是試襲 吸引你 所以 我有選它 不過呢 穩陣些 那隻 那些冷門是閒頭 那些熱門是放在後面 我時期都是這樣的 那 還有這馬呢 都要留意一下的 這隻馬一出就贏了 再出就跑得很頑 那看一看這隻 威武覺醒 那看回他贏那一局 當日A跑那裡 貼懶大了 不過你說貼懶大了 但是當日的A跑那裡 不是說很好追 尤其是這個菊草日賽 看回這一場呢 早段的補足不算很快 大家開心 就是多支多才在前面 但是如果看回 威武覺醒 沒斷捉上來的勢 沒有理由只有一場頭馬吧 對手就是好水的 那一場 再跑一個大圈出去 就沒有了 好了 跟著呢 看最近的那個斯集 是的 跟木火兄弟 也都是很多支部馬跑得好的 現在不同以前 因為很多馬等著來的 舊馬要盡量用一些新馬 要快快去去到位 所以這個閘使得很漂亮 都是騎幾步 跟著一旦有走勢 就已經收回來了 神粗它是沒有什麼看的 那隻馬呢 尤其是這樣的地上 踏踏踏踏踏 加上何澤堯的薑繩 你知道它很少說 鬥馬給你看 就著就著就著 這樣 那這些地當然要小心一點 它跳馬撿一時都是的 你覺得它呢 嘩 很少見到何澤堯跳馬 你覺得這隻馬好像很上口 很火這樣 很少的 不過這次呢 排位排得好 可以跟回前的那麽多 這隻馬究竟有多少 就不知道的 當然了 跑馬的那些賽事的水準 就當然會差一些的 這個一定的 贏了八個場馬 對手水得不得了 根本 這場的對手就 未必有些水馬在那裡 尤其是有些三班馬在那裡 所以我還是想想想它做腳 那如果你看回這一場 威武覺醒當然要面對一個考驗 如果你說初出馬 我覺得好像自己選下去就一般 會不會就是勇敢的夢想 上次又走上前面呢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它跑的 這次會不會縮回來跑呢 做它前仗衝上來的表現呢 我猜會 我猜會 我猜會它這場不會放那麼前 稍留來跑 所以 我猜會這樣 不過這隻馬呢 都是寶寶來的 都算是寶寶來的 不要心急 長線一點是挺好的 不過這場呢 我覺得它還未夠贏著 可能是這樣 你要拖它也模仿那些3T 是吧 我們拿一隻這麼冷的馬做膽 拖它也模仿 其實都是寶寶對寶寶 因為很多三歲馬 那如果我們選擇膽 是不是找一些有經驗的馬 駁冷門 就是打鐵搭熱 那這場呢 我們用14號打鐵搭熱做膽 拖3號喜迎於心 7號的色贏 還有2號威武覺醒 連贏位置Q共6柱 Unity 1 0 1 2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